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诗诗记》的第21章 《诗诗记》的第21章总共有25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当以色列人征服了汴亚敏之派之后 以色列众之派努力保存汴亚敏之派剩余的人 我们来分一下段落 第一段是1到7节 以色列人为缺少一个支派难过 第二段是8到12节 以色列众之派屠杀基列亚敏仁 把他们城中的同女 给汴亚敏之派逃脱的战士为期 第三段是13到24节 以色列众之派 使逃脱的600个贴亚敏战士都有7子 贴亚敏之派得以存活延续 我们今天的要节是2节、3节和25节 圣经这样说 以色列众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 坐在神面前 直到晚上放声痛哭 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为何以色列中 有这样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昨天我们提到了 以色列众之派 征伐变亚敏人 变亚敏之派的人 除了600位战士逃脱 其他的人全都被屠杀剿灭 现在战争结束了 紧接着有两个问题就凸显出来 一 以色列人原本是决定要刑罚基比亚人的罪行 现在 他们差不多把整个支派都灭绝了 只有600个贴亚敏战士生还 按经文的记载 他们大量杀人的原因 可能因为头两次打败仗 要为死者报仇 同时也是为了要根除基比亚人的罪行 二 以色列人曾在米斯巴起事 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变亚敏人做妻子 二十一章的一节 这事情是发生在众之派集结于米斯巴 要跟贴亚敏人打仗的时候 二十章一节 所以现在问题就变得非常明显 剩下的这600个贴亚敏人 他们如何能取得西伯来女子为妻呢 只有他们取得了以色列女子为妻 才能完全避免整个支派消灭的结局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七节 以色列人为变亚敏人难过 今晚上告诉我们 以色列众人在战争结束之后 上到伯特利 耶和华约贵那里 为众之派中缺少了一个支派 而大哭 哀痛 他们哀痛的内容包括 期望神指示他们如何避免 以色列人中缺少一个支派 以及如何建立剩下的600人 以色列众之派的领袖们 非常的真诚 他们向神献上了番祭和平安祭 圣经的经文并没有清楚的交代 为什么以色列众人 要在伯特利筑坛献祭 因为事实上 那里本来就有一座坛 大家可以参考20章的26节 也有人认为 21章4节所建的坛 是在米斯巴 但经文其实清楚的显明 这座坛是建筑在伯特利 最好的解释是 这座坛是新建筑的 因为原有的坛不够大 这座新建的大坛 供以色列众之派献祭 纪念他们打胜仗 为了解决 替600个贝阿敏战士取妻的问题 以色列人开始搜查 各支派中 有谁没有来参战 若是知道有哪里的人没有上来 他们就要履行严肃的誓言 把没有参战的人处死 这一决定也非常的残忍 没有参战的城市 除了被处死的人 剩下的处女 要把他们嫁给别亚敏人 接着第二段是8到12节 以色列人屠杀基列亚比人 这一段讲到 以色列人追查 有谁没有来参战 结果他们查出 基列亚比的居民 没有一个人上来 以色列人经过仔细的数点百姓 发现确实是 基列亚比人没有一个人在那里 基列亚比这个城 位于博山的东南 后来以色列人 在基列亚比的居民中 为变亚敏人当中的400人 找到了妻子 这样的婚配是重要的 因为基列亚比的居民 是马拿西的后代 而马拿西的祖母就是拉杰 尔拉杰就是变亚敏的母亲 创世纪35章第18节 所以我们看到 基列亚比的居民和变亚敏人 有着共同的血统 圣经中记载 当以色列人确实发现 基列亚比人没有参战 他们就派了一万两千个勇士 到了基列亚比 击杀所有的男人 妇人及孩子 21章的10到11节 这里所讲的是对完全毁灭 这一命令的执行 在之前的经文中 完全的毁灭 都是以色列的军队 针对外邦人的城市 展开的军事行为 像约书亚时期 他带军队所毁灭的 加拿人的城 差不多都用这个字来形容 像耶利哥 约书亚纪第21章 像爱城 约书亚纪第8章26节 像马基大 约书亚纪10章28节 像夏索 约书亚纪11章11节 当然在另外的经文中 若以色列人的任何一座城市 窝藏拜偶像的人 同样也要被完全毁灭 生命纪13章12到15节 另外有生命纪的22章19节 在本章的处境中 因为基列亚别的居民 没有回应呼召来参战 惩罚边亚敏人 他们于是便将自己 置身于咒诅和审判之下 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决策 毁灭了基列亚别的居民 保留了400个没有出嫁的处女 把他们带到士罗营那里 那时神的会幕正是在士罗 我们接着来看21章的第三段 13到24节 以色列众志派是剩余的600个 边亚敏战士有妻子 在第三段的13到15节中 以色列的领袖们派人到 临门的磐石那里 向隐藏在那里的600个 边亚敏战士宣告和平 边亚敏人回来以后 以色列人便把基列亚敏的处女 给他们做妻子 不过人数还是不够 有200个边亚敏人 仍然没有妻子 这就为14节以下的内容 埋下了伏笔 预示了19节到24节 会发生什么事情 15节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又为边亚敏人难过 进一步的要强化 他们虽然是很想帮助 边亚敏人娶妻子 但是他们曾经立下誓言 不把自己的女儿 给边亚敏人为妻 16节到18节 以色列中的长老 向那200个没有妻子的边亚敏人 表达了同样的关怀 按照圣经的说法 边亚敏人中逃脱的人 应该有地业 地业一定要有人来继承才是 所以边亚敏人所需要的 既有土地还有子孙 可是现在为难的是 因为以色列人起过的事 所以他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边亚敏人为妻 在紧接着19到24节中 以色列人就为剩下的200个 没有娶妻的边亚敏人 想好了办法 按照摩西律法 一年有七大节庆 以色列百姓需要有三次 来到神的面前守节 大家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4章 第23节 当时也好好的会幕是在四罗 所以百姓需要来四罗向神守节 圣经没有向我们交代 以色列女子出来跳舞 究竟是哪一个节期 有人会说它是育月节 因为是要效法 昔日过红海以后 米利安和妇女们跳舞 出埃及记15章20节 经文中同时也提到 人们在葡萄园欢乐 这可能是暗示 他们在庆祝葡萄的收割 如果果真是这样 那这个跳舞的节期 应该又是祝鹏节 以色列的长老们 教导剩下的200个便安敏人 如何为自己得着妻子 21章的19节 那便是 当以色列的女子出来跳舞时 200个没有娶妻的便安敏人 就从葡萄园冲出来 各抢一个女子为妻 然后回到便安敏地区 从圣经中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在崇拜神的时候 经常会跳舞 诗篇149篇第三节 例如像约会被运到耶路撒冷 大卫也曾经跳舞 撒末尔记下6章14到15节 当以色列人打圣仗 人民也跳舞 举行节期的时候 百姓也跳舞 以色列人跳舞时 会不断地转身和蹦跳 而且会带上气味香甜的鲜花 或者手中持着长春藤的短棒 还有棕榈树的叶子 以色列人在节期向着神跳舞 有着非常美好的树林寓意 预示着一个老苦的旧的世代结束 神会将新的赐福带下来 并且神会将哀哭变长跳舞 诗篇30篇第11节 按照以色列长老们的授意 边安敏之派的战士们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 为自己抢妻子 如果是以色列女子们的父亲和兄弟不满 以色列的长老们 承诺会支持边安敏人的行动 他们会去劝说女子的父亲 容让边安敏人娶她的女儿为妻 因为在战场上 没有给边安敏人留下女子做妻子 长老们会进一步地做解释 女子的父亲并没有抵触所起的事 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主动地 把自己的女儿给边安敏人 大家可以想象 这样的提议会让边安敏人十分的开心 因为他们可以得到妻子 返回到自己的故土 接着又可以重建他们的城市 最终的结果是 从战场上逃脱的六百个边安敏人的战士 全部都娶到了妻子 因此边安敏之派能够继续地存在 不用被消灭 21章的第25节 是整本《试诗记》的总结 作者在本书结束的时候 再次地向读者们提醒《试诗记》的主题 那便是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作者就用这样的话解释了 在《试诗时期》发生的许多不平常的事 以色列百姓中有败偶像的 不道德的 擅自离开自己的定位和产业的 这一切都在说明 以色列百姓 若没有和神心意的领袖在领导 他们的个人 就会都去行 自己所看为对的事情 这就是人 以自己的意志为王的表现 而这恰恰是神 极为不喜悦的 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关于21章的故事叙述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会专门讲一下 《诗诗记》当中 17章到21章中的属灵教训 我们依然鼓励大家祷告 愿神与他甘甜又荣美的同在 伴随我们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让我们一同彼此鼓励 将这条属天的道路走到底 我们就必在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里 有份了 爱你们 我可以讲一下 闪ств里 宮城 6 6 2 7